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让我们继续用传道书第四章 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六节 一起来灵修 这个大的段落有三个重要的主题 第一个主题探讨了人生工作的不同表现 让我先把经文读给各位听 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 就被淋舍嫉妒 这也是虚空 也是捕风 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 满了一把 得享安静 强奴满了两把 劳碌捕风 这几句话描写出人生一个真相 那就是往往努力工作的人 被其他的人嫉妒 但是也有一类的人 是懒惰愚昧 坐实三空 两种的极端其实都是捕风 意思就是没有永恒的价值了 那面对这样的真实状况 传道者给我们一个建议 那就是赚一把好好享受 胜过赚两把 变成捕风 意思就是还是回到这个主题了 让我们看我们所有的为美好 于是我们可以享受我们所得的 上帝给我们的份 于是这样的人生 比起两个极端是更有意义的了 好 第二个段落 是接下来的经文所讲的 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 有一件虚空的事 有人孤单无二 无子无凶 竟劳碌不喜 眼目也不以前财为主 他说我劳劳碌碌 刻苦自己 不想福乐 到底是为谁呢 这也是虚空 是极重的劳苦 第七 第八节讲了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 孤身一人 在这个社会里面 孤独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孤独状态之中 他劳苦一生 就问自己 我劳劳碌碌到底为了什么呢 假如一个人的劳碌 没有一个目标 没有一个传承 真的 正如这里讲的 这是一种虚空 没有永恒价值的事 所以接下来的经文 作者就用不同的比喻 传道者告诉我们 二人比一个人好 不要孤独过日子 要有一个社群 群体 彼此激励 彼此提醒 那这样的一个人生 就更为积极 能够活在一个群体的生活里面 第三个段落 更有意思了 传道者又讲了一个故事 让我们看看是什么故事 四章十三节 贫穿而有智慧的少年人 胜过联老不肯纳见的愚昧王 这人是从监狱中出来做王 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 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 都随从那第二位 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 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 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 这真是虚空 也是朴风 传道者讲了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贫穷人 在社会基层以下的人 但是他发愤图讲 后来这个贫穷人就做了王了 众人认为这个贫穷人 进取的人比那个老糊涂的国王更好 所以就拥护他做王了 这个很好啊 人生的翻转嘛 不过呢 这位贫穷人成为王之后 治理的国家非常好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呢 国民又要讨厌他了 于是权位又再次更替了 那传道者看见这种政权的更替 权力的传承 他下了一个结论 这也是朴风 也是虚空 给我们看见 其实在日光之下的人生 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 今天你受欢迎 不代表你永远受欢迎 今天大家喜欢你 过了一阵子大家喜新厌旧了 不再得到支持和拥戴 其实要看清楚 因为人生中这样的景况 给我们看出来 这是虚空 这是朴风 因为这里没有永恒性 当然了 传道书在这里不告诉我们 永恒性是什么 只告诉我们上帝把这个永恒的盼望 放在人的心里面 当我们有了这个永恒的盼望和意识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永恒的角度来思考 短暂的人生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衡量里面 我们要过一个短暂人生 而在短暂中怎么样得到更有意义 更喜乐的人生 这正是传道者努力要讲解的 那么现在传道者讲了一些负面的例子 他会讲正面的例子 千万不要颓上 继续看传道书 我们会得到好多启发的 愿神祝福你 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